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全 下面为大家分享华道深处 请大家聆听昌年期第二十二周星期四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一节 有一天耶稣站在哥乃萨类湖边 群众拥到他跟前 要听天主的道理 他看见两艘船停在湖边 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 他上了属于西满的那一只 请他把船稍微滑出去 离开陆地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群众 讲完了就对西满说 把船滑到神处去下网打鱼吧 西满回答说 老师我们曾征业劳苦一无所得 但是我要遵照你的话再次下网 他们就下网 立刻网了许多鱼 连网也险些划破 他们便招呼其他船上的同伴 来协助他们 于是两艘船都装得满满的 甚至船几乎要蹭下去 西满伯多鲁看见这事 就贵妇在耶稣脚前说 主啊 请你离开我吧 因为我是个罪人 西满和他的伙伴 因为他们所打的鱼都十分惊骇 西满的两个伙伴 在拜德的儿子亚各伯和洛旺 也是一样 耶稣对西满说 不要害怕 通经以后 你要做破灵的渔夫 他们霸船滑到岸边 就舍弃了一切 跟随了耶稣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按照路加圣史所记载的 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 先是在会堂里面 可是会堂里面并不受欢迎 尤其他混到了本乡 本乡的人并不欢迎他 会堂里也不欢迎他 于是耶稣就从会堂转移阵地 来到了湖边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会堂的大门 给耶稣关闭了 现在对耶稣来说 湖边就成了 耶稣的讲道场所 因为整个宇宙都是耶稣的 万物是因着他而创造的 所以耶稣无论是在小船上 在湖边 在山上 任何地方 对耶稣来讲 这都是会堂 哪里有人 哪里就是会堂 只要有人愿意听 耶稣就心难前往 去给他们选讲 在会堂讲道 只能是在安息日 因为其他的时候 犹太人不会聚会的 但是在这里 在湖边 在山上 在路旁 就不受安息日的限制 什么时候 只要有人愿意听 有人跟着 耶稣就可以去讲 这样就不受任何的约束 更自由 空间更大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涌到耶稣跟前去听 耶稣就上了属于西满的那只船 在这里有两艘船 上了西满的那只船 开始讲道 当时呢 这个船夫正在希望 希望 说明他们工作 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上了属于西满的那只船 开始讲道 讲完之后呢 耶稣就告诉西满说 把船划到神处去 下王打鱼吧 西满就给他说 老师 我们曾经整夜的去 劳动 但是一无所得 但是呢 现在我要遵照你的话 再次下王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西满波多路的这种谦虚 他相信耶稣的话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专家 而不去聆听耶稣的话 按理说波多路和他的几个同伴 那就是洛万和亚格勃 也包括他的哥哥安德雷 都是渔夫 他们应该懂得什么时候打 在什么地方打 相对来讲 就是比较有收获 但是现在 他们没有一专家的身份自据 他们完全的迁徙自我 谦虚下来 就听耶稣的话 主啊 我们按照你的话去打鱼 再次下王 他们撒下网之后 就网了许多鱼 连网都几乎要破裂 然后呢 满满的装了两只船 当看到这个情形之后 波多路呢 就跪幅到耶稣跟前说 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你离开我吧 我不配啊 你看想了这么大的奇迹 那么波多路的两个同伴 同样也因着这个奇迹 而感觉到精彩 害怕 耶稣于是在这个时候 给他们说 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 我要使你们成为 扑人的渔夫 就这样 他们四个跟随了 耶稣 我们看到 路加福音记载的 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是在 招教 波多路 安德类和 洛旺和亚各伯 可以说安德类已经 跟随了耶稣了 他还比较早一点 他把整个的故事 搂合到一起 和其他的福音 是有点不同的 这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深刻的含义 前面我说了 耶稣从会堂 转移到了湖边 开始讲道 于是他上了 属于波多路的那条船 属于西满的那条船 我们知道 西满的那个船 也是象征 象征着教会 耶稣是在这条船上 选讲 他没有上其他人的船 三讲之后 又告诉西满 波多路说 你往 滑到深处 来后 杀网打鱼 他就按照 耶稣的话 做了 做了就网了 满满的 一网鱼 这个网呢 自然而然的 也是相征着教会 他能网络很多鱼 几乎要破 但是他没有破 没有破 这个鱼多到什么程度 他就招呼其他船的同伴 一起来协助 把两个船 两艘船都装得满满的 甚至船几乎要称下去 这个奇迹是远远超过 他们所想象的 因为他们一夜打鱼 根本都没有 捞到什么 现在呢 不单是打鱼了 而且是两船 雨都是满满的 通过这个奇迹 耶稣彰显了 自己的天主性 也巩固了 波多路和 其他两位宗徒的信心 他们更愿意来 跟随耶稣 同时通过这个故事 通过整个的这段福音 让我们也看到 耶稣在哪里 哪里有听众 耶稣就在哪里工作 哪里就是他的会堂 不分场所 耶稣都可以做他的工作 另外他也特别的 减损了波多路的这条船 在这条船上讲道 但这次讲的是什么 圣经没有记载 因为圣经的重点 不在耶稣讲了什么 而在于 耶稣上了波多路的这条船上 教训人 同时也记载了 耶稣在这条船上 告诉波多路说 你滑到深处 其实我们 无论是从灵修的角度 从信仰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要滑到深处 我们的信仰 不应当那么浮浅 我们应当 让天主的话 扎根到我们的内心 去聆听天主的话 让他发芽 成长 另外还要去跟随耶稣 我们看到 波多路 雅各伯 洛旺 他们 就弃死了一切 跟随了耶稣 耶稣招教了他们 也招教了我们 虽然耶稣没有给我们说 设弃一切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天主也是从一万人当中 招教了我们 是我们信教 是主 所以我们也要 学会感恩 来跟随他 我们也要相信 他就是 来拯救我们的 那一位